夏威夷小吉他 你們現在看得到他 我等一下一放下去你們就看不到 就是長這樣 然後跟大家介紹他一下 就是夏威夷小吉他 他應該是夏威夷人發明的 然後夏威夷人設計的 但是你們以後啊 只要看到他們這個符號 我沒有幫他們代言 因為他們沒有找我做代言 但是我要跟你們解釋一件事 我去買的時候才知道 這個符號看起來也很夏威夷 但是這個牌子的名字叫做阿威夷 一個A然後NUENUE阿威夷 這是台灣人的牌子 奇怪齁 其實這個牌子在世界上算是賣得很好的 因為他們用了很多 你知道台灣人嗎 台灣人最會賣東西的 所以就是這個情就賣得非常好 我買下來之後才知道是台灣人自己做的 然後我說那我幹嘛 為什麼不去找他的工廠買 你覺得好 何必 對 阿威夷 那他買禽獵 買烏克林很容易碰到這個牌子 然後你看他的弦是黑色的 他不是沒有弦喔 沒有弦我就沒有辦法的聲音了 他是黑色的弦 然後 是 不知道是不是也很長弦 我忘了 反正就我很喜歡這件事情的音色 那我接下來要唱這首歌叫 是Begis這個樂團的一首歌 所以我實在沒想到 我在五月的巡迴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叫 First of May 5月1日 大家如果有在看娛樂新聞 就會知道那個Begis的二歌 就是在上個禮拜這個禮拜 因為我們今天都有在發 所以搞不定是哪一天 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Begis沒辦法再重現江湖了 那今天就讓我們來唱這首歌 緬懷他 不是 今天就讓我來唱這首歌 因為我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就只是碰巧他也就過去了 那大家可以去找原版 然後我覺得你聽完如果你喜歡 你就上網去找那個Begis 然後First of May 5月1日 然後是一部電影的主題曲 那電影的名稱叫 記得香蕉成熟史 有人看過嗎 太好了 你是 這四場裡面唯一一個人 有看過跟我一樣 對啊 那部是有一點那個澀澀的片 對 就是有一點澀澀 記得香蕉成熟史的那個是 澀澀的那個意思 不是那個果農的那個香蕉 對 他有一點點是 十幾年前 他找了一部 一部就是 輔導級的電影這樣子 對 他講初戀的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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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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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